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初步手工造 我是怡君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的频道会员开通了 欢迎大家的加入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想过说 要开通这个频道会员 因为我其实不是专职在做频道的 所以没有想过说 要透过频道的会员来增加收入 因为你一旦加入频道会员 是不是就要收费了嘛 其实我没有想过说 要跟我的粉丝朋友们收费 但是为什么我最近想要开通这个频道会员呢 就是因为我做了一系列的 这个基础课程的影片 因为一直有网友在私底下问我说 老师你有没有开课啊 我是不是可以去给你上课啊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的条件 生活的条件 我是不容许我在目前为止 不容许我在外面开班授课的 因为那也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住的比较远 就算是我要指导他也是没有办法 那甚至是海外的朋友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录那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课程的影片 那么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朋友他可能家附近没有适合的师资 但是他想要来深入的学习做手工造 那么他就可以透过我这个基础课程的影片去学习到如何从零到有 完整的制作出一条肥皂 那需要的一些实物的技巧以及一些理论背景的知识 所以我就是录了这样子的基础课程的影片 那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我就是会采取这个付费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课程的影片毕竟是跟YouTube频道影片不一样 他是更为专业的 但是如果我完全以这个不付费就是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大家的话呢 可能会对于目前线上在教手工造教学的老师来讲 是有一些不公平的 因为这些老师他们也是在教学也是提供这样的知识 但是他们是要收费的 那如果呢我是完全免费的 那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课程的收入呢 可能是会有影响到的 所以为了可以维持他们保障他们的一定的权益 所以我录制这个基础课程影片 我就是采取要收费的方式 就是付费的课程 好 那么为什么要开通频道会员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其实是想到说 如果你是买一个一整个会员的影片的话 那你就是要看完全部的影片对不对 那你要付一次的费用嘛 但是我想有一些人可能是只是想要了解其中一个片段 所以如果我是说开通一个频道会员 然后呢我每个月放个两支的这个基础课程的影片 我就把基础课程分了好几集 那每个月可能放个两集给会员看 那么会员频道频道的会员他加入他可以随时加入 那也可以随时取消 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说获得这个知识的管道就更为自由了 也就是说你还是付费 可是呢没有那么硬性要求说一定要把整个影片就是买回家 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通这个频道会员的主要的原因 好那我介绍一下这个频道会员他有什么福利 就是我把频道会员分成三个等级 那第一个等级就是每个月呢 你可以看到最少两集的这一个基础课程的影片 那么目前呢我这个频道会员这一年应该都会以这个基础课程影片为主 那有的时候也许我有在制作其他的内容 我觉得蛮适合给会员看的话 我也会放到这个频道会员影片里面 好那这是第一个等级 那第二个等级就是说我还会不定期的 除了你可以看这个影片之外 我还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直播的节目 就是针对我的这个频道会员的影片呢 这影片内容呢我会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比如说有更深入的地方可以再跟大家讲解清楚一点 或是我有知道其他的相关的知识可以做一个补充 那么如果有会员朋友有什么疑问的话想要提问 也可以在直播的当的时候提问 那我会尽可能的来回答大家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也不是真的超级厉害 我跟很多线上老师比起来呢 我是算是非常资浅的 但是我就是尽可能的分享我知道的给大家 那么大家当然也可以就是做一个参考咯 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呢就是我叫做深入学习手工造 就是你可以学习到比较深入的知识 那第二个等级我叫直播聊更多 就是学习之外看影片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直播的时段 那可以跟大家来聊更多 那么第三个等级呢就是 我会分享一些我这个手工造的工作室啊 或是我拍影片啊的一些 背后的一些心得感想 或者目前的近况啊进度啊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心情啊 就是感觉拉近更拉近就是造友跟我 还有我的手工造工作室之间的距离哦 就是希望能够创建一个更亲密的小的group 好那这个等级我就把它叫做爱上手工造生活 好那我可能会透过照片 还有文字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当然前面两个等级会员的福利也是享有的哦 你也可以看影片 也可以加入直播的参与这样子 好那么就是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加入我的会员呢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的 出目手工造的频道的首页 那里面有一个订阅对不对 订阅频道 那订阅频道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按钮就是加入 那你只要点加入进去 就会看到左边的栏位呢 就是有三个等级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等级来加入 那么你要随时的退订呢 退会员也都是可以的 都是YouTube没有限制的 非常自由哦 好那么没有加入会员的朋友 也不用担心 所有出目手工造目前的影片 你都可以继续收看 那么我有的影片其实 我在做的时候嘛 我都会跟大家解释很多东西 有时候其实你可以反复去看 可能有些你漏听的地方对不对 所以这些影片我都不会撤下来 大家都还可以继续看 那么我也会再持续制作一些 非会员的影片给 所有的粉丝们看 因为呢其实制作影片本身 其实非常的花时间 然后呢也要花金钱啊 我要花时间花金钱去做 但是我坐着坐着就发现说 其实用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跟大家互动啊 然后呢又可以把我喜欢的东西 透过知识或是透过心情 透过感性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 蛮有趣的喔 虽然是有一点累 但是呢我想我应该是 不会放弃我的频道的 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但有的时候就是要等我一下下咯 因为事情比较多 又有小朋友 但是大家可以继续的 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 频道都会有新的内容了 好那么讲了这么多 也就是欢迎你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